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观看的基础 以自信看全集能够让用户按照自己的时间更自由的观看 这背后是对爱奇艺剧集质量和剧集储备的考验 只有具备超强的能力 才让其可以探索新排播以及新商业模式 这已经不是爱奇艺在网剧领域的第一次创新了 但每一次创新 都是以精品内容为基础的 2015年 爱奇艺的盗墓笔记首次尝试了会员付费看剧 让在国内一直不被看好的会员付费模式被广泛接受 在盗墓笔记上线之前 爱奇艺的付费会员已超过500万 盗墓笔记上线22小时就实现流量破亿 播出当晚 爱奇艺服务器及被网友挤爆 当年年底 爱奇艺会员数突破1000万 截至今年3月底 爱奇艺的会员数突破6130万 爱奇艺会员付费看剧的成功让腾讯视频 优酷也走上了会员看剧模式 此后 爱奇艺在网络剧上进行了更多尝试 鼠山战记之剑侠传奇 成功试水 VIP会员一次性看拳记 并率先落石 先往后台 于最二率先开启 VIP会员一次性看拳记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云西传 天机之白蛇传说 VIP会员一次性看拳记规模化排播 爱奇艺在付费模式一次性试出拳记上 做出的尝试越来越大胆 在量级上也趋向于大句话 VIP会员一次性看拳记的排播 一方面倒逼应时据的出品方 必须做出更优质的内容 另一方面也增加会员的主动续费意愿 这种模式增加了用户愿意长期选择平台 用户看得爽 才会付出更多时间 爱奇艺推出新排播模式之后 再次引发腾讯视频和优酷的跟进 优酷的SCIMA案集 腾讯视频的速手折篇 都已经开始使用VIP看拳记模式 不过两家平台都还在小范围试水 网络具排播的调整 也意味着视频网站的竞争 从单点内容的竞争 转向对用户时间的竞争 在原来的排播模式下 用户在视频网站的平均停留时 长为日均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是一两集精品内容的时长 视频网站的竞争模式是单点内容式的 三家视频网站经常同档期 推出头部综艺和剧来对标 但在新的排播模式下 用户观看剧集的模式 将变为一口气看完一整季内容 然后自己去找这样的内容 单点内容已经很难跟上用户看内容的节奏 视频网站需要够更强的内容制作能力和内容储备能力才可以 会员看全集排播模式 增加会员的主动续飞意愿 买会员很爽 可自由观看 且这种模式增加了用户愿意长期选择平台 在平台投入更多的时间 激发用户的追剧热情 这种模式对广告商也是存在优势的 用户看剧的自由度更高 也意味着剧是非常想看的 他们参与相关内容的互动就越高 如果这些观众对内容这么投入 那很有可能他们对广告也会很投入 爱奇艺方面称 尽管此次规模化的尝试引起的关注和付费拉新的作用超过了此前的预期 但后续会在力推VIP一次性看全集同时 结合免费周波等排播模式 推进付费机制的多元化 给用户更多的